因为我觉得我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不能在部队 那时候我还属于军人呢 你还属于部队呢 对呀 我出国那么多年 我军机还保留着 部队还给我发着工资 部队对我可好了 那工资你一直拿着吗 留着呢 你还给人家 没有啊 没有 完了以后 我出国的时候 我的军衔是阵营级 小孩能阵营级 什么小孩啊 为国争光拿那么多奖 肯定给我挣营级了 但是我出国回来以后 我的级别也到负诗级了 还给你升级了呢 对呀 还给我按照每年再调级别 给我调调调 凭什么呀 你都不在 我也问我自己凭什么呀 对呀 体质啊 如果你要不走的话 你现在都已经军级 绝对的 如果我一直在部队的话 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那中国的可能所有大型活动 导演全是我的了 绝对的 我百分之二百的 这事都说不准 就说不准 对 咱们不知道什么 也许我当领导了呢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后来王就回来了以后 我说不行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94年回来 95年我要做我自己的手术 从男孩子到女孩子 这个手术 我说不能拖累部队 我就跟部队说 我说我要离开部队 让我走吧 他说不行 你当时是开小摊走的 现在我们要军纪处罚 当时军委领导知道了 说不行不行 这是个人才 这是我们国家的人才 他已经不属于部队了 他这是学了一身手艺 回到国内来了 部队领导真开明 真开明 我当时特别 我当时我提出 服员 但是按照国家规定 因为我级别很高了 干部可以转业 不能服员 因为转业国家给你安排工作 到地方一个文化局 要哪个院校 当个领导干嘛 属于文化系统的 我说我要服员 我说用不着你给我安排工作 我想做一个自由人 因为服员费拿得更多 一礼拜里都赚了反正 就是啊 我当时我说 我要自己开创我的事业 我说我得需要钱 当时我记得 我拿了27万吧 九几年啊 九五年 很多呀 对呀 十六年军龄嘛 然后九五年 做了一个最大的转变 那时候就不拖累部队了嘛 因为我还特别尊重部队 对 军队是一个国家 这个你不能你个人的精力 牵扯到部队嘛 这是我这个特别清楚 这是我个人的